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习近平最新公开的指示 中国央行很可能即将祭出一个20多年来 从未使用过的有争议的货币政策工具 国家媒体新华社3月25日报道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新华社称习近平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 把党对金融工作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 论述摘编一共分为10个专题 共计324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自2012年11月至2024年2月期间的报告 讲话、演讲等120多篇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首次公开发表 而南华早报指出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10月30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金融干部的讲话 习近平说要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中国人民银行要在公开市场操作中 逐步增加国债的交易 可以说只是央行购买更多国债 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意外之举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是在21世纪初 在那之后 每当中国央行需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时 一般是依赖再贷款工具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来向市场释放大量的资金 支持长期的流动性 而在习近平发出这一指示后 至今已经5个月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开始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购买国债 本显示认为这种做法本身是具有争议的 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担忧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 如果政府在紧迫时期需要用钱 只要经济能够提供商品和服务 那么就可以自由印刷货币 也是基于这一理论 美国在疫情爆发后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措施 本显示认为 当中国央行再次开始印钞买国债 就反映出中国政府开始不得不尝试 各种不同的货币工具 因为传统政策支持的回旋余地 正在越来越小 强大的中央银行 是习近平金融强国愿景的六大要素之一 在新书中 它将稳定货币供应量 视为中国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础 要求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但是同时也要求更多的信贷 要投向科技创新 先进制造业 绿色发展和中小企业 习近平在金融工作会议上补充说 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执行好货币政策 维护金融市场的总体稳定 中国政府誓言 今年要使中国经济增长5% 但是高级官员承认 这一目标需要艰苦的努力 分析人士称 在缺乏政策刺激的情况下 面对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等各种不利因素 实现这一目标将会充满挑战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有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 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因此央行预计将在二级市场来购买国债 这将是增加流动性 促进经济活动和改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一种手段 丁爽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工具 但这不是西方式的量化宽松 中国人民银行多年来一直避免购买国债 因为货币当局不想助长市场对重大刺激措施的猜测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需要注入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央行的资金 为此政府在2020年和2023年分别额外发行了1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 而根据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央行还打算再额外发行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这是未来几年多批计划中的第一批 丁爽表示 央行需要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而上海金融与发展研究所的理事邵宇则表示 与以往央行侧重于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来支持信贷扩张不同 现在央行正转向更多协调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 但是由于财政货币化在中国属于高度敏感 因此中国将从一点一滴开始尝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盛周一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表示 中国仍有工具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而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 央行副行长轩昌能则暗示 中国政府不会采取西方式的量化宽松措施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流动性工具和信贷分配组合更为有效 即1月份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几点之后 他表示未来还将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与此同时中国五大银行皆公布利润缩水 警告房地产风险持续存在 周四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在年度业绩报告中均报告利润率下滑 而周三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也报告利润率下降 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风险发出警告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工行和交通银行在2023年的利润几乎没有增长 农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则净利润小幅增长2.4%至3.9% 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违约和倒闭损害了中国的银行 并且让投资者怀疑房地产公司是否还能从银行获得更多的支持 据路透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推动银行 加快审批向资金短缺的私营开发商发放新贷款 因为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加深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倉口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金武在业急公布后的一天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态 工行将会继续帮助稳定房地产市场 他说工行将会一视同仁的对待房地产公司 无论他的所有权如何 房地产行业也是交通银行关注的焦点 交行周三公布 房地产公司不良贷款比率再次上升 并且警告资产质量面临严重风险 资产质量控制压力大 而与此同时 农业银行则表示 其不良贷款主要来自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 今年房地产行业的疲软 预计将会给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带来更大的压力 惠玉平级亚太区金融总监表示 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风险肠口的疲软 加上消费需求的低迷 可能会在2024年继续拖累中国银行的业绩 而对于更加依赖房地产贷款的小型贷款机构来说 2024年的前景则更加的暗淡 他补充说 经济薄弱地区的小型区域性银行 正面临着更大的房地产行业压力 2024年 他们的信用状况可能会受到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式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轻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由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